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經過在韓國兩天操練後 太陽飛馬在8月7日就來到慶州市民主場 迎戰這支韓國球隊 進行集訓期間的第一場熱身賽 球場氣溫相當嚴熱 氣溫超過35度 對於太陽飛馬球員來說 肯定是一個大考驗 飛馬正選陣容方面 門將用上吳逸海 後衛右閘是唐建文 左閘是鄧景王 中劍起用施殺及摩域治 中場有金東烈、金寶、盧俊傑及林佳良 而兩名新外援、雲迪盧域及拉絲石 一前一後幫飛馬爭取入球 開賽初段一直由飛馬搶到主動拳 就像這次在中場搶節成功 拉絲石斜傳給助攻的唐建文 第一時間傳中 對方解圍不遠 盧俊傑馬上滿戰撞射 可惜高出 上半場的11分鐘 反而佔優的飛馬首先失手 一次中場失誤被對手把握機會 退順之後在禁區頂起左腳直入死角 飛馬落後0比1 踢到上半場的中段 兩位新加盟的外援互相配合 差點可以幫飛馬追成平手 雲迪盧域以及拉絲石互相短傳推進 可惜最終拉絲石的射門中處彈出 整個上半場 飛馬努力了這麼久 終於在半場之前有所回報了 今部開出自由球 摩域治復兵門前射入 幫球隊追回1比1平手 雙方亦都以這個比數完結上半場 飛馬在下半場換入墨基、蘇惠泉等等 六名球員 繼續試圖爭取入球 終於去到下半場的10分鐘 雲迪盧域交出助攻 波斯尼馬前鋒拉絲石門前鏟射得手 飛馬反超前2比1 其後真方都未能夠再獲得入球 太陽飛馬最終以2比1之為慶收市民 在韓國之旅熱身賽奇開得勝 賽後Karlsir和金寶都很滿意這場球隊的表現 其實整體發揮我都很滿意今天的表現 特別如果今天的天氣是很辛苦的 看到對球員來說是一個很大的 他們要應付那個問題 但是他們都很盡力 你看到團隊的士氣 雖然有些新的球員在默契上 都還需要一些時間 但如果這樣看 今天其實在防守裏面 我們都還需要一些改善 溝通上的不足 我們都有幾個機會進不到 其實那個都是說 我們沒那麼好運 其實我們都可以製造到很多的攻勢 如果說今天整體表現 我都很滿意球隊的發揮 最好就是我可以用完整隊球員 他們對他們提升的狀態 是每一個球員都會有機會落場去參與 這是很 удоб的 是非常酷 非常辛勢 原來很激能 很熱烈 所以它很難 很難 但我們做得很適合 另一組有很多球,但我們有很多機會, 我們有10或11個機會,所以我覺得我們贏得贏, 每個人都很堅強,每個人都很堅強, 所以我們可以全都很幸福, 我們不會太過激烈了,我們不會太過激烈了, 但那是很棒的